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老师,还有我们华文教育界的前辈,华文老师,身上高兴的人,华会长,还有杜维康老师,赛丽,家长,大家上网了。 我非常荣幸,非常高兴今天能出席这样一个活动。 我刚才听到很多同学的演讲,刚才那个工院长和董院长都提到,很兴奋,很感动,我也是觉得非常兴奋,非常感动。 从大家的这个演讲里面,不管是这个语音音量也好,还是从前次造句文章的篇章结构来说,我其实有一个很浅显的感觉,我就是觉得大家的中文首先是非常好, 其次呢,就是对这个中华文化有很浓厚的兴趣,有很多同学呢,也有一些很深入的理解,深入的思考,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合会的。 我猜测的话,有些同学可能是在中国内地出生,有些同学可能是第二代的,有些是第三代的,因为还有一些是根本就不是华人家庭的孩子, 但是对中华文化充满了兴趣,我对这些同学表示由衷的敬佩。 应该说我们今天参赛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且不论我们的国籍是哪里,国籍只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本分。 但是我们一个身份的认定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华人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肤色,体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更实质的体现是体现在我们的文化修养,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上面。 应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极大文明的一个唯一一个传承的几千点从来没有中断的一个文明,这是绝无解决的一个例子。 文化的传承呢,应该说是既是在内境出生的中国人的一个使命,也是实际上是海内外的中华人一个共同的使命。 我们在国内的人传承中华文化,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从小到大就是进展在一个中国文化的氛围里。 其实更让我感动的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群体在传承中华文化,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日常的接触,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一个海外的环境,所以传承中华文化是相当的不容易。 今天我们同学做了演讲,我觉得每一个人说的都非常好,对中国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都有各自的特色。 我提简单的提一点希望,就是希望大家不仅仅是在理念上,在口头上理解中华文化,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实践中来践行中华文化。 因为文化修养是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真正要做到文化的传承,一个优秀文化的变形的传承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体现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从我做起吧,从自身做起,能弘扬文化文化,做我们更方文化的一个代言人,尤其是在海外的环境里做一个更方文化的代言人。 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我们有三个单位,自成格,奥学集团,还有大学传媒共同统织办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有六个学校,五千多个学生参加这次比赛。今天只是五千个学生里面涌现出来的佼佼者。 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是让我看到了文化文化成本的希望,所以我也是特别特别的兴奋。 刚才几位评委做的点评都非常的精彩。 因为我们的评委,实际上我们的评委队伍是非常强大的。 有我们这个奥学集团的人,有我们资深的作家张谢阎老师,还有我们莫大工资学院和拉丘大学工资学院的公正院长和总训练院长。 还有我们SBS电台的资深的华语的主持人,何美老师。 这都是说明了我们对于传承中华文化是各界都有一个共识。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的感动。 我也非常应该说非常感激大家对中华文化有这么浓厚的热情。 所以我要谢谢大家。 谢谢。